即时新闻综合报导,年金改革冲击国中小校长退休意愿,但台南市教育局统计,共高达20名国小校长不为年金大减,认为健康胜过金钱,决定明年将退休,教育局则在未留当中。 据联合报报导,台南市教育局所办理的国中小后用校长征选,于今30日截止,郭小名额13人,共有43人报名,郭中名额3人,有11人报名。 虽年改让许多校长老师改变退休计划,延迟退休,但仍有许多早已做好生涯规划的师长打算提早退休。 据南市教育局统计,目前有近20名国小校长预退休,已进行未留。 有校长表示,每年都会有人提出退休,但最后都会打退坛股,要确定有多少校长要退休必须等到明年。 据了解,目前尚无现任国中校长想退休,但国小退休人数比原先预测的个位数暴增太多,十分令人惊讶。